好,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结论的写法,结论,写结论就是表示你这个论文已经到达位置了,别了,我把这个写结论的重点也把它写在黑板上,像这边说那个黑板可以用,不过没关系,我还是用这个,好,这个字还在这里, 结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抽取全文的,然后最好采用一个分项重塑的办法,你抓那个重点,是重塑,也就是说那些内容,结论这边重新再讲一次,但是重新再讲一次, 不要用原来的句子,你要换句话说比较好,意思不变,意思是重点,意思不变,但是换句话说,换句话说的好处啊, 同样一个事情,你这样讲一遍,再从那边,那个角度再讲一遍,那就更清楚了,是不是? 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你就用copy的方式,一段把它放到结论,不是要重新再说一遍, 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来了解同一个内容,它对你这个内容就能够抓,更容易抓得住, 所以,有时候同学问我说,结论能不能跟前面的一样,当然是一样,必须是一样, 但这个一样呢,必须是重点,因为前面讲的一万字,你的结论就是抓住那个一万字的五百个字, 看看能够涵盖全文的重心所在,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能够抓得住你自己,抓住你要说的话,让读者很快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主要是在讲这什么,结论啊,它有个特色,一般来说, 你这个论文送就要审查,就像我们的很多期刊论文,学报论文, 其实,投稿以后都会送外审,那这个审查人呢,如果很忙的话, 可是有个地方啊,它会不放过的,抓得紧紧的,仔细的读,会是哪里呢? 就是结论,这个结论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 结论写得好,你那个论文的通过率就会比较高,因为审查人很忙, 可是,经得就是你的结论,他想要知道,你这篇文章啊,透过结论比较短的一些文字叙述, 要讲什么,你的创获在哪里,你的重要表现在哪里,他想要知道这个, 好,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你要抽取,去归纳,你全文的重点所在, 然后呢,换句话重述,换句话就是不要用原来的字句,换句话重述, 就是要重述,内容可以一样,但是那个是重点, 也就是说,把前面的一万字变成训练了,你可以看别人的文章啊, 读一篇别人的论文,可能有一万字,那可以给熬你一种, 熬一考,你可以做个自我测试也可以,你能不能用五百个字把它重出一遍, 而且抓住他的要点,这就是对, 一个比较长的论文的,归纳,抽取要点的一种能力, 那么,为什么这里说个分项目, 你可能你的论文要讲的,主题不只是一个, 有两个,三个的话,你就分项的来说, 这样会调理更清楚一点, 第二个要点呢,你要点出你的创建在哪里, 创建这两个字啊,是写论文很重要的一个要项, 学报,投稿期刊,要公开发表的话, 审查论文的人,观察的重点之一, 大概就重点里面的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创获, 你有没有新的发现,还是你只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 别人都讲过,怎么样避免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呢, 就是你要在准备这个论文之前, 就要有足够的资料收集功夫,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第一步,你要收集相关的资料, 不要有遗漏,遗漏就是你这个论文的败笔之一, 因为到最后你写完了,送到别人手里审查, 结果就发现,你没有参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别人的论文,其实别人已经讲过你, 结果你就让你看到漏掉了,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也可能就是你这个论文就不被采用,就被出局了, 所以呢,这个创获在哪里?创建在哪里? 创获,创建就是说别人没说过的道理, 有了新的证据,重新来加以证明, 这个都OK,别人说过的也可以, 但是你有新证据了, 你可以把这个道理更强化, 这个也叫做创建, 所以论文一定要有创建, 那你这个创建, 在别人的论文的基础上, 怎么样建构你的创建, 这个创建在哪里? 你在结论的时候是一定要谈的, 因为别人审查人就是企图要找出你的创建, 这个是决定理论文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都会其中第一条的说, 本文有没有创建, 第三个, 在字述方面, 就这个结论到底写多长多短呢? 这个我们大约在前几次也提到过, 一个结论, 如果是硕士论文, 学位论文, 这个算叫做大论文的话, 结论的部分, 可以在一页到五页之间是比较多大, 一页到五页之间, 不仅在大论文, 问你的大论文总文有多长? 只有一万字, 一万字的话可以按比例缩减吧, 我现在说的一页到五页是, 十万字来说的话, 可以一页到五页, 长的话也不要, 最要不要超过五页以上, 结论不可能那么多的, 结论就是一个浓缩, 抽取的工作, 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的, 所以它的长度差不多就是这样, 按这个比例来看, 对于一个收视论文, 十万字的收视论文, 也绝对不要少一页, 至少要超过一页, 不要在一页以内, 那这个比例来说是论文, 是你的期末报告的小论文, 小论文你们是多少? 三千, 三千次的话, 但按比例来看, 那个结论的比重, 三千次好少, 三千次一个晚上就卸完了, 那那个结论呢, 大概就是一页, 一页, 也不能少于半页, 半页到一页是比较适当的, 这个是弄结论的长度问题, 如果在读别人的文章的结论的时候, 你发现最后几句话, 都会有一些感谢的用语, 感谢某某老师的指导, 如果说是论文都哪会用, 最后的感谢词, 那感谢词没有一定的格式了, 只是你可以用你最熟悉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谢, 最后几句话, 那大论文的话, 有时候会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你完成这篇论文的人, 也许你的父母鼓励你, 鼓励也是一个帮助, 并不是帮你写一段论文才算是帮助, 精神的鼓励也是很重要, 老师、父母、同学、学长、朋友、食堂都可以了, 感谢词, 你们有注意到这一部分吧, 觉得论文最后都有几句感谢的话, 有注意过吗? 你可以收集一下, 看他们都怎么说, 怎么谢, 这个叫谢词, 坚持是什么呢? 有时候你看到的不是谢词, 但是总是有个牵词在那边, 就是比如说最后一句话, 两句话是说, 这个只是表达了个人的一点拙见, 拙见有两个拙字, 一个是拙然, 就是拙子的拙没有那个两个角, 那就是很棒的见解, 但是牵词就不用这个字, 是另外一个拙见, 就是土之爹, 一个出, 出入的出, 那个演练拙, 两个同音嘛, 是不是? 可是拙非比拙, 那一般牵词都用笨拙的拙, 所以表达了个人的一点拙见看法, 可能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 善起同道先进, 不吝嗣教,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措辞啊? 有没有见过? 都请这个同道先进, 给你批评指证, 这个表达的方式很多了, 就是意思, 总的意思就是最后, 请这方面的专家学者, 看了不要见笑, 要给我一些批评指教, 但是一般都是说, 不吝嗣指教, 不要见笑这句话是没有的, 不写不要见笑, 看怎么措施这方面, 我们这课程之后, 各位也可以去收集一下, 你在网络上找到的比较正式的论文, 看看最后一句话他怎么说, 大概不外就是感谢词, 一个是签词, 就是表示谦虚, 你写出来, 你要请大家指证, 不过这样的多半是学位论文, 还有在期刊学报公开发表的论文, 如果是你的期末报告, 这是属于内部的, 可能就比较不需要, 期末报告不需要, 因为期末报告本来字就那么少了, 只有三千字,就不宜浪费,也不必再谦虚了,也不必再感谢了。 第五个要点,结论里面不要去安插一些表格跟统计。 本来论文在进行过程当中,用表格、用统计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协助你的论证,使你的论点更突出,更清楚,所以你用表格,表格表就是一目了然。 以前我们也说过表格的使用,必须注意的是表格不是主体,表格是附属的。 必须要有证文内容的叙述之后,再用表格简化一下,让读者再看一遍。 不是说,关于表格在那里丢在那里,里面怎么回事,就让读者自己去看吧。 你自己去看。不是这样,表格是附带的,附属的,就在证文里面。 表格一定是附属的,附带的。不能够是独立的,作为一个表达你的论点的用词。 你要表达你个人的论点,必须要有一个叙述,文字的叙述。 之后再用表格来呈现。这个以前好像我们有谈到过。 这就好像在佛门里面一部经典,说了很多话。 最后再用记文,重塑一遍,这个也是重塑一遍。 又像我们看明清时代的小说。 他画小说,不管是西游记,荷罗梦,金碧梅,或者任何小说。 你看到最后,他都会说,有诗为证,有词为证,怎么样怎么样。 他那个也是一样,模仿佛经,就是把前面讲过的故事再总结一下,归纳一下。 表格的作用跟这个差不多。 那是出现在我们论文的证文里面。 统计法也是一种很科学的方法。 特别是小学的研究,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要借助统计数字来表现一个现象。 用统计数字来表现某一个现象,这是一个最客观,最有力的一个辅助方法。 叫统计法。 那前面是我们也说过,这个统计数字在证文里面出现的时候,你一定啊,那个统计表也不是顾虑的。 你必须啊,之后,接着,在表的下面,就要让数字说话。 你要代数字说话,要代言。 那到底这个数字表示什么意思? 你要开始分析这个数字,分析这个表格,分析你的统计。 这个统计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是一定要说的。 我会发现,很多同学是为统计而统计是不行的。 不是为统计而统计,是一个手段。 这个手段归出去以后,到底有什么效果? 到底你知道了什么? 这个数字为什么比较大,那边数字比较小。 你们考验,是不是也有这种考法。 一个统计表将来分析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逻辑分析的能力。 在写论文也是这样。 所以统计表不是孤立的,表格也不是孤立。 但是,这是在证文里面。 我们现在到了结论的时候,这个都不能要。 为什么? 结论是把你的final decision说出来。 那个表格也好,统计也好,那是过程。 那是过程。 所以这结论不许出现。 如果出现的话,也是个败笔。 我们这样看不见。 我们这样看不见。 第六,翻到上面来。 第六,因为它是结论。 所以结论你要说的话,一定都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而不是讨论的过程,或者论证的过程。 注意要分别什么叫过程,什么叫结果。 结论,结果就是结论。 总结。 那过程是,达到这个结论的方法,走过的路径。 然后你要去爬山,爬到了山顶。 山顶是你的目标,是你的结论。 但是整个路径上,经历什么危险,碰到几个妖怪,那就不必谈了。 碰到多少妖怪,怎么打败它,那是过程。 过程就在论文的这样,前面的内容里面说。 那结论就说,你达到的结论是什么。 很清楚,很简要的,陈述出来。 结论在你的用语上,行文上,一定要很有力量。 简洁有力,行文措辞。 因为结论本来就不是个啰啰嗦嗦嗦的东西。 它必须概括性很强,必须简单扼要。 所以这个是措辞上的条件。 而且要有力量,不要说废话。 每一句都是关键性的,都是在强化你这个论文的,强化这个论文的论点。 所以以上我们提出,七个是写结论,随时要注意到的要项。 如果你随时注意这七个原则,能够有效的运用。 好像你这个结论就会写得很好。 好,这是有关结论的问题,告一个段落。 不论的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我算了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大约还有十次左右。 所以时间很充分。 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课程中提出来讨论。 那么各位如果愿意把自己的作品,论文作品,旧的,新的都可以。 提出来作为样本,大家一起来思考,来修改,来补充的话,也是很好的事情。 也都可以叫到玫瑰这里,我们就把它打在上面。 大家一起来帮你去想想看。 所以时间很充分。 我们还可以有一些论文讨论的修改的点评的空间。 大约有十次左右。 那么最后两次,可能到了下个月份。 9月上旬。 我们希望留点时间,也让各位有一些feedback。 就是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没有去自己测试过? 把这些老师所讲的这些论文的原则方法用用看。 有没有从这个课程当中,得到一些实质的收获跟效果。 也把这些心得拿出来分享一下。 我们最后两次课可以做这个。 那你讲长讲短都没有关系。 各位对于这个喜讲也好,副讲也好,都很有经验。 但是我们这个是更开放式的,更随性的。 你爱什么讲都可以。 就是最后,让大家一起来彼此分享一下听课的心得。 也可以借那个机会让我知道我还有哪些部分遗漏的, 还需要做补充的,你们想知道的都可以。 但是最后两次,大概在9月份。 那我会在9月15号离开南彼得, 就准备回北北去。 然后呢,到11月份,应该11月下旬,我会再回到南彼得来。 再继续跟各位一起去散步,一起去爬山,一起研究功课。 。 12月份,有我们本二的生育学课程。 我一直希望能够当面教学。 Face to face,当面教学。 像这种重要的基础课程。 如果还是往上上的话,可能效果会打折很多。 当面上的话,效果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这个时间的安排能够在我回到南彼得的时候来上这个课。 那么,院长也很支持,就做了这样的调整。 12月到1月,12月到1月,也许会跨到2月初吧。 一个过年以前,我们也一起在课堂上来上这个生育学的课。 那之后呢,2月以后,我又接着是另外一门课。 是硕士班硕一的汉学方法论,汉学方法论的课。 假如说学院可以允许旁听的话, 我也欢迎同学们在旁听。 很欢迎。 在学院许可的规定许可的范围内,我们都很欢迎旁听。 因为大家见面,面对面,大家共聚一党,能够在一起上课。 也是很难的一个因缘。 也不晓得会有几次,也可能只有这么一次。 也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 因为我们的课程设计可能是一套的。 因为老师一直戴上去,等到换了以后, 从来一次,下一次可能是三年以后。 你们能在这里待三年的机会大概不多。 我在这里待三年的可能性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能够有缘,面对面, 见面在一起在同一个课堂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把握这个机缘, 在能够面对面的时刻,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听课。 不管你是选秀的同学,或者旁听的同学,都很欢迎。 那么我那个硕士的汉区方法论会从, 我记得从二月到四月。 到四月。 那那个课程结束以后,我可能会再次带北去。 十月第五月初之间,可能会带北。 然后在六月底,或者七月初,或者六月底。 六月底会再回来。 好的,大概我的市场安排就这样。 好,各位看看。 对于刚才讲的结论, 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问的地方。 大家请说。 您好,今天主要是在第六点, 中在结果各团过程这一方面。 就是疑惑。 就是有些时候,读一些论文, 他们可能在最后还是会谈一谈, 他们在中间用的一些方式方法。 然后最后得到了这个结论。 那这个算不算? 好的。 好,请坐。 其实我讲的这个是一个大致的原则。 在某些场合有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结论的时候, 答一答你研究的过程。 什么时候呢? 你觉得你运用的那个研究的过程跟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有创建性、创获性的、突破性的。 可以作为你论文这个重要的支撑点的。 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 是可以谈的。 否则的话, 你只是一般的讨论过程。 如果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这个过程是可以省略的, 只强调重说一次你的重要结论。 重要发现、重要创获。 好,各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简论可不可以, 就是有一项是后续的探讨空间, 就是外面。 对,有些同学会谈这一部分。 这个当然也可以谈。 也就是说, 你写完这篇论文以后, 你发现有一些研究工作, 可能在你这个有限的字数之内, 没有办法涵盖, 没有办法包含在里头的。 那你有一些后续的构想, 是可以在结论里面说一说。 可以说, 但是不一定要说这个部分。 也可以说。 如果是谈的话, 这个大概在结论的是哪一个部分? 是在最后的最后还是? 你说这一部分, 一般是在最后的最后。 因为结论主要是针对你现在这篇文章, 所做的结论。 那么, 你说后续的工作, 那是以后要开展的。 是你的规划中的部分。 是还没有发生的, 也可能会去做, 也可能不会做。 所以这个是比较附带的, 会放在比较后面的地方。 那你去谈一谈你后续的规划。 这个也有一些好处, 就是特别是学会论文的话。 因为写学会论文你一定是在学习的阶段, 或者硕士生或者博士生。 跟一般写那个期刊学会论文不一样。 期刊学会论文都是资深的教授, 已经毕业很久的。 那个情况也不一样的。 就是说, 对于一个写学会论文的学生来说, 你的学术历程一定要有一个延续性, 连贯性。 而不是说, 这两年想做做这个, 下两年要做做那个, 乌东乌西。 这个没有连贯性是不妥当的。 这个也是老和尚说的, 一门深入的道理在这里。 你要有, 我们换句话说, 这也有连贯性。 一门深入, 这也有连贯性。 所以你说说, 你现在研究的这个, 可能这个问题呢, 你目前的论文还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那就有待后续的开展。 这个也是表达了, 你对这个课题, 这个论述的一种观点, 一种想法, 当然也可以达, 特别是学为论文。 就让审查人知道, 你的这个整个思维啊, 是已经有很好的规划。 不是突发奇想来的, 是有一个产生规划的, 是有一个步骤, 一步一步来的。 这也是很重要, 对智学来说很重要。 它的延续性, 可以关心。 所以, 学问论文可以答。 还有什么? 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再继续讲下面一个。 我要介绍一下, 表格的应用问题。 刚才我们谈到了, 在结论会议有表格。 但是, 在证文里面, 通常会用表格。 等到表格的应用。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先说这两点。 我过去看同学的论文。 有些很喜欢做表格, 做了一大堆。 每页都有一个表格。 那样太多了。 因为表格是附属性的。 它是从属性的。 不能宣兵夺主。 叙述才是重要的。 表格只在帮助你的叙述。 所以不能太多。 不能每一页都有一个表格。 不能每一页都有一个表格。 不需要。 那样会宣兵夺主。 那表格不宜太大。 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有的同学呢。 这个表格的长度跨了一页, 也到了下一页。 甚至好几页, 总是表格。 这个也是不宜。 这个不宜是因为, 第一个, 你表格常常会有一个最上面一列的说明。 就是项目分类的说明。 最左边呢, 最蓝也会有一些说明。 通常表格是看了头, 看了左边, 再往下看中间到底内容是什么。 如果你想想看你的表格跨好几页的话, 你到后面还得翻过来。 这第六行。 第六行到底讲的是什么资料? 或者是最左边的就是什么资料? 这样就不便于阅读。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那个表格有那么长的话, 你可以把它切割。 切割。 分这好几个。 因为表格是附属性的。 所以你要切割以后呢, 中间可以按插一些文字说明。 这个说明呢, 可以解释相关的这个表格。 分别加上一些说明。 这就是我们的三步。 除了不能太多, 表格不能太庞大之外, 还有不能太繁杂。 繁杂是什么呢? 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表格。 你这表格是画了好多的格子, 还有斜的格子。 大格下面还分类, 分了小格, 分了好几层。 也许各位有看过这样的表格。 这个也是不便于阅读。 这个不算是一个成功的设计。 因为表格本来就是附属性。 表格就是为了帮助说明不足的部分, 让表格一看就知道, 读者一看就知道。 前面已经看了你的说明, 叙述。 然后表格再呈现一次, 简单地呈现一次, 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 这个就强化了你的传达性, 整个论文的传达性。 两者相辅相承。 所以表格就千万不能够太复杂。 不要分太多项目在里面。 其实表格的设计, 当你觉得很复杂的时候, 你可以想把它拆分开来。 把里面好几种内容, 分别呈现在不同的表格当中。 可以在下面的表格来呈现。 不要通通把所有想要表达的内容, 都呈现在一个很复杂的表格里面。 表格一定要单纯。 所以相对于这个不可太复杂, 就是一定要单纯。 单纯的目的, 就是能达到表格的初衷。 表格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一目了然。 表格就是这样的东西。 不能让读者看了你的表格以后, 要一直在拆, 一直在想。 到底你这个表格是什么意思? 第二行第三行的数字是什么? 代表什么? 第四点。 也就是说, 你要表达的概念, 表达的道理, 必须用文字叙述。 用表格来辅助它, 所以它没有独立性。 它不能脱离文字而独立。 要么就是先用文字叙述, 然后用表格再表达一次。 要么就是表格先出场, 然后下面还是一大段文字在分析这个表格, 或者分析这个统计数字, 让数字说话。 所以它是不属性的。 千万不能把一个表格丢在那里, 独立的让它来担负某一种功能。 第六我写了。 先说第五个, 表例跟说明。 这一点也很重要。 有时候为了帮助读者更容易地看懂你的表格, 你要有一个表例或者说明。 也就是说, 这个表到底怎么读的? 因为你这个表的设计, 可能上面一把, 你这个统计表上面是年代, 1965年, 1975年, 1985年。 你可能写个1985, 那个年字可能会不说。 那么你在前面的表例你要说, 这个是代表年份。 如果是写1985, 1995, 可能还容易看得出来。 如果是个632, 如果是很古老的一件事情, 人家不知道这个632是什么。 因为19多少年, 离你还不远。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 你们都是20世纪的人。 你们是19多少年出生的。 所以对你们来说不陌生。 可能, 所以表格里面出现19多少年, 你已经用的太多, 看的太多, 你知道那个是年份。 但是如果是其他早期的历史记录的话, 你研究古代的东西的话, 那如果你在表格下表现了几年, 比如这个三位数的, 公元602年, 704年, 你不加那个年的话, 那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 读者不一定马上就会知道, 抓得住。 也可能是其他的编号。 所以你要有个表例说明, 通常会放在这个表的上面。 要有个表例说明。 也就是说, 表例也好, 说明也好。 它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更容易的去看懂你这个表格, 诠释你这个表格。 不要让读者去想一想, 猜一猜, 这个应该逼你。 那么左边这个栏目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表格不可能在一个格子里面有很多的说明。 所以你多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词, 或者一个符号, 一个年份, 一个数字。 那这些代表什么都在上面的表例, 要去叙述, 要去说明。 第六点呢, 这个标题跟编号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学位论文, 它因为字数比较多,厚度比较大, 可能整本论文里头会有好多个表格, 会有10个20个表格。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做编号, 就是表一表二。 那如果你做编号的话, 最好在前面的目次, 那边也另外有一个目次, 叫做图表目次。 在相应的。 那么, 有了编号, 最好也有一个标题。 也就是说你这个表格, 给它一个名字。 除了有编号, 就像各位有个学号, 你的学号是A1033, 。 你这个表格也给它一个编号, 给它一个名字。 但是如果你的表不多的话, 整篇文章就是这个表, 只有两个表, 那就用不着了。 如果很多个的话, 那有时候可以考虑加编号, 加名字, 什么什么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前面, 论文的前面, 或者专书的前面, 除了有整篇论文的目次之外, 后面接着就是图表目次。 一个是论文目次, 一个是图表目次。 各位有看过这样的排列方式吗? 有吗? 图表。 通常书比较多, 专书。 因为专书厚厚厚的一本, 可能会图表还很多的, 可能有10个20个图表。 那图表目次也可以帮助, 帮助读者知道说, 对于你要讨论这个课题, 有些相关的资讯, 有些相关的资讯, 信息会在哪里, 你有没有呈现出来, 会在哪一页里面出现。 通常有目次一定还有页数, 这个图表2。 这个图表2, 有些相关的, 在下面接着, 我要来简单另外一个课题是, 多人撰稿的问题。 多人撰稿。 各位有看过一篇论文, 或者一本专书, 他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个人。 虽然你可能看到的多半是一个人, 可是有时候不只是一个人, 你看到可能两个人, 三个人。 可能超过的就很少了, 不可能有一大群人, 全班同学的名字都挂在那里, 那不会有。 这种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看, 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 好,我们这个标题叫, 多人撰稿的问题。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 你大串作者的名字出现这个问题。 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 有时候呢, 你会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做研究。 比如说, 道德经研究小组, 或者金刚经研究小组, 可能要八个人, 十个人,二十个人, 形成一个大家共同的研究团队, 一个teamwork。 但是呢, 这种变成一个团队, 它的功能是研究工作。 这个跟撰稿不是一回事。 而我们需要呈现在论文的那个题目下面的那个作者名字, 是实际执行这边论文写稿的人是谁。 可能你的背后是一个团队做了研究, 最后你归纳出来, 你有独特的心得, 你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么, 这个作者还是只有你, 这些你一个人。 大不了你在前沿里面说, 我这个研究工作, 还有一大堆诗党在一起帮忙, 挖花、裁判鼠等等的, 我做了很多工作。 这个, 在前沿里面谈就可以, 不要在那个作者栏那边出现。 作者栏就是撰稿人。 可是呢, 有时候啊, 撰稿人的确是有两个。 比如说这篇论文比较大一点, 那就阿花负责前半, 阿代负责后半, 他实际是撰稿的人, 这是两个人。 那么, 他就要, 可以呈现两个人在作者的那个栏目那个地方。 所以, 这个要分清楚啊, 研究跟撰稿是两个事情。 好, 如果说, 这个撰稿的人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 每个人分, 分别写一个部分。 那这里会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啊, 很多人总是排序啊, 就是说, 我的文字为什么排在后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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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按字幕, 排序, 或者按笔画, 排序, 这个是常见的。 表示说, 他有个客观的标准, 并不是按你的那个, 身份, 身份, 地位, 或者学术的, 威望, 不是这个。 所以, 你就不要去计较说, 为什么阿花, 他写的论文比我少啊, 他成绩比我烂啊, 为什么他排在我的前面? 他先要说, 不是这个缘故, 白序的问题。 这种先后问题啊, 在论文里面, 如果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一起线, 但, 比较不会牵涉到, 一大堆名单, 要有一个按字母排序, 按笔画排序的问题, 通常不会是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按备份呢? 比如说, 黄阿花是老师, 蔡芳蜀是学生, 那可能蔡芳蜀写了三分之二, 黄阿花只写三分之一, 结果呢, 因为他的辈份高, 他排在前面, 好像一般也不是这样。 这个排名不按辈份, 这一点各位也可以注意一下, 很多那个论文啊, 有两个人以上的, 具名的啊, 他不是那种, 身份高, 辈份高的在前面, 不是按伦理排序, 不按伦理排序, 按什么呢? 是, 它是一种客观的呈现, 就是说这篇论文的, 大部分是你写的, 但是你辈份低, 你还是排在前面, 或者有时候呢, 叫第二撞稿人, 就是排在后面那个, 它不是啊, 其中一部分他来写, 而是啊, 你写过以后, 他重新做一个补充, 修订, 这个经过两个的协议, 也可以共同列为撰稿人, 放上去, 只要他尽过力, 对这篇论文, 不管是撰写, 或者论识, 修改, 都可以作为共同撰稿人, 那么通常呢, 主要撰稿人一定是排前面, 不管你的备份怎么样, 所以不是伦理问题, 关于这一点, 各位也可以去看看, 网络上能够查得到的, 所有有两个人, 三个人共同居民的这种方式, 你会发现, 那个, 跟伦理无关, 当然老师排在后面, 学生排在前面, 那因为是那个稿子学生写的, 老师把他检查, 他把他修改一遍, 所以老师也聚明, 本来老师也不怎么愿意聚明, 排上去了, 因为, 学生很愿意老师排上去以后, 有了他老师的这个, 付词加持以后, 这篇论文去投稿, 对选中的几率会高一些, 可能是这么的想法, 关于这种思维, 这个诗生提息的方式, 其实在学术界, 长久以来是有这样的做法, 除了诗生, 共同列明在上面之外, 这一点我已经说过, 扑上伦理的关系, 但是, 就像老师参与了一些修订的工作, 监督的工作, 排在后面, 这个对你这个论文, 还是有一种提系的效果, 之外呢, 在台湾学术界, 也常常, 比较鼓励, 同学, 年轻学生也比较愿意, 跟老师一起排名, 一起练名, 那这个时候有各种状况, 也许老师实际也参与了一部分的写作, 如果老师写作是大部分, 你只是补充了小部分, 那当然老师站在前面, 你们在后面, 这个就不是伦理问题, 是这篇文章的撰稿的客观事实的呈现, 通常先后问题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 同学很愿意, 跟老师一起练名, 一起撰稀, 让老师一起来合作, 那这样就增加你的这个, 被入选的几率, 还有一些时候呢, 是参加学术会议, 比如到国外, 或者在国内, 参加一个conference, 发表论文, 那这个时候, 会更多出现, 两个以上白名的, 列名的, 而且通常是师生关系, 这个也是一种提息效果, 因为可能老师织望比较深, 靠着老师的这个名望, 也能够让他更有机会, 在这个conference, 提效论文, 因为一般conference, 也会有一些审查, 可能投稿的人很多, 特别在国外, 用国际会议的话, 它有个审查机制, 审查你那个摘要, Apsure的审查,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比较有名外, 挂在上面的话, 当然, 入选率也高一点, 那如果你这边论文入选, 有时候有个技巧性的做法, 就老师站在幕后, 不上台去发表, 请同学去发表, 这样也让学术界能够注意到, 这个未来之心, Future Star, 可以注意到, 它还没有发光发热, 但是呢, 它有这个机会, 在国际会议上曝光了, 那就更, 对它未来的发展会更好一些, 学术界上有这样的现象, 还有一种, 就师生互相提起的呢, 就是模仿那个, 孔子的周游列国, 老师带着一批学生, 周游列国, 比如说, 带着去山东大学访问, 然后到北京大学访问, 然后到处走, 到处演讲, 学生跟着观摩, 那这样, 也让学生有机会, 接触各种学术气氛, 也可以让学生有机会, 参与很多的会议啊, 演讲啊, 或者一种, 学术上的交流, 学术上的公关, 让学生熟悉怎么样, 在学术的世界, 打出一条自己的通路, 这个有, 这个叫母鸭带小鸭的效果, 母鸭带小鸭, 看会不会有一个大母鸭在前面, 照相了一只只小鸭, 拍着这种效果, 这个在学术上也常常会有这样, 母鸭带小鸭, 老师带一批学生, 孔子不也是这样啊, 周游列国也都到处带学生走啊, 佛陀不也是这样啊, 佛陀也是到处走啊, 到处走也都跟着学生一起观摩, 耶稣不也是这样啊, 耶稣也有12个门徒, 还是12个, 圣约翰啊, 圣什么啊, 一大堆, 这些都是这个母鸭带小鸭的效果, 那关于这个多人撞稿的问题啊, 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个就是研究跟撞稿不一样, 第二个, 先后的排序不是备份, 是一种客观的呈现。 第三点, 所以这个人数, 到底是可以有多少? 刚才说, 如果多个人撞稿的话, 可以有两个人很常见, 三个人也偶尔出现, 但是啊, 超过三个的就很罕见啊, 一般就不会, 不可能这么一天, 文章搞出这么多人来, 大家参加, 又不是打排球啊, 打排球可以大堆, 感觉很少见, 你就看看, 你可能找不到有三个以上, 三个可能偶尔可以看到, 两个人很常见, 这个是人数的问题, 所以至多就是三个。 这个道理啊, 就像我们研究语音学啊, 那个Consulent cluster, 那个Consulent, 一群辅音群, 一群辅音大家聚在一起啊, 会有几个, 你们注意到吗? 这个音韵结构, 在所有人类各种语言当中啊, 大概啊, Cluster, 两个的最多, 像我们写论文啊, 两个排名的最多, 这个道理一样, 两个, SK啦, PL啦, 这个在英文里面是很常见, 中文在两三千年前也是一样, 也很常见, 这种常见, 可是它三个也有, 但是很少, 你看英文三个Consulent排在一起的, 就很少了吧, 你找不出几个, 大概英文里面唯一常见的就是, 第一个是S, 第二个是PTK里面的一个, 第三个一定是R跟L的一个, 对不对? 大概就这样的结构, 你会发现这三个就有条件之力, 这个道理我觉得可以相同跟邪论, 到三个就有很大很大的限制了, 第一段是S, 第三段是L跟R, 这样组成一个英文的Consulent cluster, 可是两个的在英文很多, 有很多的组合方式, 两个Consulent, 那些论文也是一样, 这个人数大概就是跟这个结构一样, 两个可以, 三个就很少见, 超过三个都没有, 英文没有三个以上,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那个, 作为英文的Ending, Final, Final Concept, 是不是有三个以上的? 这个好像, 我印象里好像偶尔有过一两次, 但是很少很少见, 那其他语言的话,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像西藏话, 你们学过藏语没有? 没有啊? 研究佛教有时候藏语也是重要的, 藏文大战经, 西藏的佛教研究也有它的特色, 藏文的结构, 不是现在的拉萨文, 是古藏文, 书写藏文, 它叫, 一般在论文里面叫WT, 就是书写的Tivitian, 那个的话是古藏文, 那个大概是唐代的藏文, 它有很丰富的Cluster, Consonate cluster, 就是附生物, 它的结构也加, 最多就是生物, 两个都能常见, 三个都很少, 这个大概就是人类语言的一个通词了, 中文在上古音有附生物, 这差不多也是一样, 两个都很多, 三个的已经是有一个前提的, 是有一个条件的, 才会出现三个, 那关于上古音的附生物, 问题将来, 我们有的同学有机会一起来研究生育学, 我们可以专题来谈谈, 我们是怎么发现这个附生物的, 怎么发现这Cluster, Consonate cluster, 这我们的Old Chinese, 怎么发现呢? 它的状况怎么样? 刚才说的是, 撰稿的问题的人数, 最后一点呢, 第四点, 它的成果采集, 什么叫成果采集呢? 就是你写了很多论文, 通常呢, 什么时候给派上用场? 对很多学者来说, 像升等, 什么叫升等呢? 就是你是, 大概拿到博士到一般大学, 可能是副教授, 或者是助理教授, 升等, 然后你就会去一步一步升上去, 最后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副教授升教授, 一般我们叫, 在台湾叫升等, 可能大陆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平直称, 平直称, 看我在大陆的用词都很熟悉吧, 那多要看你的论文, 那个, 你能够升等不能升等的这个, 客观条件就是,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你的学术成果, 学术成果里面最客观的一项就是, 你到底发表了几篇论文? 而且呢, 还要算一算看, 你发表了二十篇的论文, 三年内发表了二十篇, 有多少篇在核心期刊发表? 这个也有不一样的, 因为期刊那么多, 学报那么多, 每个大学都有一个学报, 这里面它的学术地位就有高低层次的不同, 在大陆来说, 小学类的论文, 你如果在中国语文这样的刊物发表一篇的话, 你就终生吃不完了, 你要去任职, 去应聘, 都很容易被录取, 有时候不是很大的学校的教授, 居然他也获得了这个中国语文被录用, 被刊宰出来一篇你的论文, 那他们都会翻鞭炮啊, 庆祝啊, 你们可以问问, 我不是吹牛的, 是真的, 很重视, 因为大陆人很多啊, 学者也很多啊, 那这个刊物只有一个啊, 叫中国语文啊, 大家都记着那个, 有时候就算, 你中了, 要录取了, 可是你还要排排, 排到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 才能够看待出来, 不过一般啊, 你要作为深等的凭借说, 我有一篇在中国语文发表了, 我有一篇在核心期刊发表了, 通常只要拿到那个, 录取的那个通知, 就已经可以算是, 算数, 就为你深等, 好, 这个是深等的问题啊, 就是我可以马上说的, 成果采集, 就是你深等的时候啊, 学术成果的采集啊, 跟这个, 两个人发表, 三个人发表, 排名有什么关系啊, 为了避免有一种现象发生, 就是说, 三个人都想列明, 都列明上去, 可是呢, 真正写的只有一个人, 另外两个是打混的啊, 就是那个保龙套的啊, 他只是, 请你吃了几碗牛肉面啊, 结果要求你啊, 把名字也挂上去好不好, 你不好意思, 反正你也吃了他的面, 不好意思, 就让他挂上去, 我们避免为了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人情啊, 各种因素啊, 所以, 他有个采集的原则啊, 就是你算挂三个, 不是三个人全部算有给分的, 因为一般说, 如果你的采集方式是, 他有算点数啊, 你在一个核心期刊, 发表一篇, 可以加两点, 加两分, 加累计, 看看你总分多少, 所以, 达到标准你就可以升等, 那并不是你有名字就可以的, 这个时候多半什么呢? 叫做第一撰稿人, 如果两个以上的话, 他会, 他会给你一个通知, 说, 你要证明一下, 你的第一撰稿人是谁, 只有第一撰稿人可以采集, 其他第二个人都不采集的, 一般核心期刊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排名就很重要, 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在学术上的规矩就是, 不是按备份, 不是按伦理, 是按你实际做的事情, 这边论文大部分是你写的, 你在排第一个, 虽然你是学生, 排后面的是老师, 也是这样, 所以最后呢, 被采集作为成果的, 就是真正写的最多的这个年轻人, 而不是那个辈分比较高的老师, 所以通常排第一个, 是被采认为第一撰稿人的, 他才能够作为一个学术成果, 所以这个就是几个人合作的一个, 小秘密在里面, 这样一个道理在里面, 好, 有关, 今天我们谈了几个问题, 结论的写法, 表格的运用, 很多人撰稿的问题, 我觉得各位还有什么疑惑, 需要提出来的, 我可以借这个机会, 就我耍赐的来跟各位说一说, 有没有? 老师, 请问表格的标题和编号, 一般是在论文里放在表格的上面, 还是下面, 有没有必须的规定? 通常是放在上面, 这就像我们还没讲到的论文, 结论完了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像复录啦, 像参考书目啦, 都在结论的后面, 还在后面, 那个怎么弄法好像还没讲, 复录怎么做, 我们下次会讲, 下次会谈谈, 还有一些问题还没谈过的, 比如说, 什么实际上用当业注? 是不是叫当业注? 注解的用法, 还有, 附录的使用原则, 还有参考书目的写法, 等等等等。 接着我还会跟你们专门谈小学类, 有哪些题目可以写这个课题? 因为别的可能, 我没有办法谈得很完整, 小学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所以我就拿这个做例子来说, 如果你研究的是小学类, 你看这个世界里, 小学的世界, 有多少还值得做, 应该做, 可是都没人做的, 题目还有哪些很容易做的, 一做就有成果的, 题目没有哪些, 会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 那我们在最后的这十节课里面, 十节上课里面,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跟各位做介绍。 那今天讲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下课。 不过夜gle Isso跟我把它传逻一下. 早词什么?